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 持续发酵的美国大学入学型会案 今日又爆出了新的进展 我们之前报导过的两家的涉事中国家庭 其中一家的捐款数额达到了650万美金 那么今天他的盛事也终于被起底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这家人是山东不常制药公司的老总赵涛 跟他的先经赵宇斯 那么赵宇斯的入学过程 其实就跟我们这周早些时候探讨过的 花了120万美金保女儿入耶鲁的这个例子是相似的 因为这两位的妇人家长都疑似是被一个 他们以为可信的财务顾问给骗了 给介绍给了这个行贿丑闻的主角 升学顾问威廉辛格 就是图片上面这个 那么这个老总赵涛呢 他呢是给了威廉辛格 650万美金之多 那么其中的50万呢 就被辛格用来贿赂 斯坦福大学的帆船队教练 那么帆船队教练就把他的女儿呢 作为帆船队员 特招尽孝 那目前呢 辛格跟这位教练都已经认罪了 这个案子里面涉及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 他牵涉到了金融的这个机构 在其中的利益角色 那么这件案子免签设到的就是 Morgan Stanley 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了Morgan Stanley 这样有名气的金融机构啊 牵桥搭线的整个过程 那么根据报道 Morgan Stanley呢 通常呢会邀请辛格 在雇员和客户活动上面做演讲 甚至呢会把在私底下 把辛格的这个升学顾问机构 介绍给他们的客户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富有的家庭呢 都不少的会雇用这个财务顾问 那么像Morgan Stanley这样呢 名气很大的这么一些公司呢 中国富人通常是比较相信的 而且呢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顾问呢 会给这个富人的子女一些 大学的规划上面呢 也会提一些意见 也包括这个慈善捐还之类的问题上面呢 这些中国富人其实都是比较依赖 像这个Morgan Stanley的理财顾问的一些推荐的 那么在这个赵涛的例子里面呢 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了一个关键人物 叫做Michael Wu 那Michael Wu呢 是这个Morgan Stanley 住加州的一个理财顾问 在Morgan Stanley的网站上面 Michael Wu曾经是被列为 董事总经理兼国际客户顾问的 那么我们在本周早先时候提到过的 这个Sherry 郭郭雪莉的父亲呢 他其实也是通过一名财务顾问被介绍给了新格机构的 他们的寻求这个机构叫做Opanheimer 那么这个公司旗下的一名员工呢 是在社交场合认识了郭雪莉的父亲 并且要担任了他的翻译 那么当时郭雪莉的父亲就问他能不能给自己介绍一个大学生学顾问 于是呢那一名员工就把这个新格介绍给了郭雪莉的父亲 那么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 新格是直到今年的一月份 都仍然是这家金融机构旗下一个慈善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那么回到赵涛这个案子哦 他的女儿赵宇斯呢 这个女孩呢已经在三月底啊 不幸被斯坦福大学已经开除了 那么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消息呢 这个赵宇斯他家在北京是在2017年呢被斯坦福录取的 主修心理学跟东亚研究 那么网友呢就不断挖料 就发现这个赵宇斯啊 之前曾经做过一场直播 并且呢他的头衔是美国高考状元 他就顶着这样的头衔呢 去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那我就看了这个小的一个直播 这个直播有一小时三十分钟左右吧 可是他在直播里面开头的第一句呢 就是考上斯坦福并不是梦 只要有坚定的目标努力拼搏 其实就会实现的 而且他在这个直播里面 他还提到自己学习非常非常努力 他还说我真的是往死里学 比如说历史又要背 我当时真的是背的要吐了那种 可是呢这个直播里面呢 页面也有介绍这个小孩哦 就说呢这个赵宇斯其实呢是以ACT33分 托福111分的成绩考上斯坦福的 这个成绩虽然不是最顶尖 可是也是属于优秀的行列的 所以我就想问这个现场两位主播 这个孩子他做这个直播分享这个经验 并且说自己以这个努力拼搏进斯坦福 请问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 我看了他的这个考试的这个成绩 首先肯定的他确实是一个 就是说比较优异的学生 他的这个成绩已经证明了 第二个我觉得他在这个视频当中 讲他怎么努力 我相信努力是肯定有的 至于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当然这个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身边的人可能会知道 但这个当中就是说 他透露很多信息 比如说他的个人爱好 说他喜欢骑马喜欢自由的飞翔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就说 这样一些爱好可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爱好得起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天天去 自由的飞翔去骑马的 所以也可见这个女孩 他的这个绅士确实也不一般 那目前这个事件也再次证明了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富豪家庭 可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很有意思 说他这个父亲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是中国富豪 可是后来发现他父亲是新加坡的国籍 也就是新加坡公民 那么按照中国相关的法律来说 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也就是说如果他公开的来彰显 他是新加坡公民的话 那么就肯定他不是中国公民 千万他父亲不是中国公民 至于这个孩子 当然我们也目前不知道 他到底是新加坡的一个公民 还是中国公民 当然目前资料是说呢 他是在北京长大的 一直在北京 就是说是全家已经移民了 对 所以这个事件就是说 从本身来说 我是相信这个女孩 他的成绩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成绩其实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成绩 虽然不能确定一定能考上斯坦福 但是算是优秀的 很优秀了 如果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可惜的 白瞎了真是 如果不以这种方式上斯坦福的话 说不定能上一个其他的非常非常好的大学 对妥妥了 应该是一个高材生 但是刚刚看那个图片呢 刚卓显也提到了这个后面这个图片 这个女孩Sherry郭 这个这个郭小姐啊 现在网友也是对他讨论的也是非常热烈 因为目前这个女孩已经爆出了家世 Sherry郭呢 他还没有爆出来是谁家的孩子 很多网友啊就来对比 发现呢 他有可能是这个上海复兴集团董事长 郭广昌跟这个著名的新闻主播王金元的女儿 可能是他的女儿 因为网友啊拿了很多的巧合 比如说他们这个大女儿啊 就是在正在美国上大学 加上这个王金元是复兴艺术中心的主席 这个Sherry郭呢 也是从高中开始搞这个艺术展览 很多就对上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郭广昌啊 这个王金元是郭广昌的第二任妻子 他的这个发妻啊 叫做谭建 是谭家珍的孙女 因为是也是不能声誉 导致他娶了第二任妻子 但是我来翻看这个王金元 以前的一次采访 他说他们俩他跟郭广昌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呢是2001年出生的 那我们前两天在聊天室也报道过 根据这个华尔街瑞报的报道 这个Sherry郭啊 郭雪莉他是目前已经21岁了 跟这个王金元郭广昌的大女儿2001年出生 这个年纪是不太能对得上的 所以这个还是存疑的 对 这估计现在是网友的一个对比的猜测而已 那回到这个赵涛的千金赵语司 其实网上很多人诟病说这个女孩 她说话扭扭捏捏 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升学问题 入学考试问题有回避 但是我也看了这个 这段直播里面不少的片段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她本来也是一个 刚进大学不久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那也显示出她回答问题里面的志气呢 其实是应该有的 可是呢比较刺耳的一句可能就是网友觉得努力拼搏就能实现梦想这句话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还不知道爸爸捐了650万美金这么多 但是他总不能不知道自己是以怎么样一个身份去进入学校的吧 这个翻船运动员特招生这个我相信他自己本人一定是清楚的 那么他有没有问过爸爸这一点呢 这个也是值得深思啊 那我们说回这个他爸爸的这个公司不偿制药 其实啊这个公司呢是一个来自陕西的一个家族企业 后来呢在山东上市之后可谓是报复 那么在去年的10月份呢这个赵涛的家族就以320亿人民币的财富 位居富润百富榜的第82位 那么最近呢这个行贿案丑闻的新闻爆出来之后呢 不偿制药的副总裁似乎呢是在暗示这个可能是董事长的个人行为 因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大股东和我们的关联性不是很强 那么呢我就去搜索一下发现这个不偿制药的钱是怎么来的呢 就发现这个公司啊以前有许多的黑历史啊 首先呢这是赵雨思的爷爷就是不偿制药的创始人赵布长 他呢首先是在2002年卷入了一件非常大的行贿案 这件案子里面呢收取了他赃款的这个原国家药监总局局长 郑小雨呢就被判处了死刑 那么那件案子之后啊2003年起不偿制药也出现了很多质量不合格的药品 比如说这个脑心通胶囊 单红注射液等等的一直呢都在315期间有不少的负面新闻有出来 那我知道现场的主播杨阳好现在也听说过这个不偿制药集团的一些其他黑历史 没错我翻看了一下这个公司的财务收入啊 这个财报 我发现他2018年的总收入呢是155亿 毛利率呢高达82.79%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毛利率 那职工费用呢就是6亿多 其他的经营费用是86亿 那这个86亿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主要就包括销售费用是80亿跟研发5亿 研发才5亿 他这个销售费用达到了80亿 那大部分这个销售费用的都用于这个给这个医生这个回扣 这还是挺黑的一个公司 那这个著名的媒体人王志安呢 就今天发微博表示这个不偿制药 每天这个药品回扣就有1600万 是每一天1600万 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非常非常惊人 每一天1600万那好几天就能这个付这个 对所以他这个一点都不心疼嘛 这无所谓被骗一次无所谓 所以我们那天还就这个4500万感觉到非常非常惊讶 这么看起来 就证明我们真的是很一般的人 很完全不知道这个这种富豪的生活 他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以及他的这个对于资金的这个使用态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个真的是一般的人完全不知道的 没错 可以说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更神奇的是这个公司昨天发生这个事之后 那个股价竟然还涨了 涨了百分之三点几 这是让人非常匪夷所思的 就说明这个事这个风波还不够大 还不够不足以影响这个公司的股价 对所以其实在中国来说这种制药行业来说 这种暴力啊 其实也不光是这一家公司 就中国的其他的制药厂来说 也都是这样的暴力 在那时候就马上就联想到这个潘石叶 其实以前呢也是给美国的一些顶级名校 比如说耶鲁捐款过很多很多的钱 比方说他就给耶鲁捐了一千五百万的美金 这可能一般人想都想不清楚 所以呢就想也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啊 这个捐款的这个事例哦 像潘石叶他是正大光明走前门 给这个耶鲁捐了一千五百万 那是这个赵涛他走后门 给这个斯坦福专案六百五十万 可是这两个家长行为之下 孩子却有不一样的前路 你们觉得这两个案件呢 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首先就是说潘石叶是正大光明的捐 是吧 而且是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名校是收了 就是以正常的名义你捐我来说 其实美国的这些名校他都是喜欢富豪的 全世界的名校都喜欢富豪 这是个通力 就是说这个钱没花对地方 对啊 这个赵涛呢 他这个捐他其实不能叫捐 他是被人黑了 把他的钱给黑了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学校肯定不认为 而且这个事情一旦进入到这个学校的话 这个学校可能还会背上一些黑股一些骂名 所以他肯定要在这个时候 跟那个学生以及家长宅清关系了 我这就有一组数据啊 说在这个长青藤大学中啊 每年有高达40%左右的学生呢 是属于这个special cases 也就是受到特殊的照顾 有一种说法是呢 就是这种有分数垫底的学生呢 是有这种特殊利益的名额 除了这些特长生之外啊 最重要的两类对象是大捐助者和校友 这个就是潘石叶所谓的这个大捐助者 就有一个数据是显示呢 如果你捐给哈佛大学捐100万美元呢 你就能获得哈佛学校资源委员会会员的资格 所以有人就说啊 他这个650万美元 如果你分六四 每年捐100万的话 其实你就是可以光明正大的 让他上斯坦福 没错了 你就是说攒这个积分了 因为这个私立学校 他不像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本来就是通过这个募券的基金来构建起来 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教育基金 那么他当然希望就是说 对于学校本身 你会做出很多的贡献的人 来成为他们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校友啊 或者说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名额 他当然希望这样吧 就是明华队地方 对啊 我也要注意到的是哦 这个大学入学型会案里面 涉及到两家这个华人家庭富航 其实他们呢都是没有被起诉的 只是这个中介机构的负责人 以及被收了这个贿赂的教练 等等的一些涉事人员被起诉 那所以可能这些案件里面 这证招压的都是这个子女本身啊 因为据我所知 这两位都已经被勒令退学了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 有点讽刺耐人寻味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孩子赵宇斯 他的成绩呢 之前我们提到过 可能不是金字塔最尖尖的那几个 可是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如果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其实进美国的前几十的学校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直播里面透露 自己行间透露出来的是 自己是喜欢 是一个喜欢努力 这么一个有追求的这个女孩子 所以呢其实啊 不论如何的 他应该有前途都是一片光明的 所以总结出来一句话 可能就是这些孩子都被他们的爹坑了吧 不知道你们也怎么看这个案件呢 如果你对这个案件有任何的想法 请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对我们节目进行这个点赞跟转发 也请一定要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跟明镜聊天室 我是卓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上的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